我們來告訴大家 這次今天看現場竟然用猜拳 還有馬文軍GG了嗎 以及以色列將要進攻 今報10月13號 今報10月13號 我首先來跟大家講這個內容 先來講到這次的金山會 金山會提前一個小時 為什麼提前一個小時 我們也要了解 本來說兩點半變一點半了 那今天可以說雙方的人馬進去會刊 柯文哲的發言人是陳志涵 跟侯友宜的陣營的文宣組召集人 陳國軍接到了福華飯店 那開會的地方是在CR402 隔幾間就是聯合記者會是在405 你看CR402這個部分 那402的示意圖 它就是兩張桌子連在一起 那會場裡面一共四個人主談之外 雙方各兩個木苗在現場 然後記者會是有比較多的桌椅 就是這樣一個狀況 那為什麼要提前一個小時呢 他對外沒有說得很清楚 就是說因為配合部分 參與開會人士的行程 那我就想這個開會那麼重要 有什麼行程呢 就我們去了解啊 就是根據了解科辦那邊的說法說 因為侯友宜陣營啊 晚上有大型造勢活動 所以他們希望能夠早一點 好那我們來看到侯友宜怎麼講 侯友宜在昨天上了中視的節目 他呢這個就說 藍白河啊就像結婚一樣 不是誰病誰看不起誰 是兩個個體組成家庭 他說我個人一定是相忍畏國 相忍畏國 可是呢大家在講說那民調呢 那辯論嗎 他就說沒有前提 沒有前提 那我們來告訴大家呢 蘋果有這麼一個即時民調 網路的即時民調 到四點鐘為止 75%是不看好藍白河的 那阿中呢 他是賴清德 台北市競選總部的這個主委 他在有一個戒焉記者會當中 他就說我自己認為應該不太會成了 不過他也不敢下斷言 他說我們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好另外我們來告訴大家 這個事件啊 就是這是一個事件 一個單純的社會事件 一個打人的事件 因為扯到了是蘇嘉全的女婿 所以受到一些討論 但是我今天呢就想說 我們既然這樣子就來看這個事件 我個人的看法是 其實這個跟蘇嘉全完全沒有關係 但這個事情也暴露出 我們警方跟我們的法律的處理方式 其實對於弱勢的民眾來講 就是很不利的 因為我們要上班 我們要上班 否則我們不可能去請假 可是我請問你 我掉了三顆半的牙齒 到最後我去協調的時候 我去和解的時候 我根本牙齒不在身邊 那我的證據在哪裡 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是喬洛斌 喬洛斌被爆在6月5號 在忠孝東路四段上車 上計程車 然後在中山北路七段下車 他拒付485元 那後來他的說法說 他根本喝多了 他不記得了 然後他把孕匠打落了三顆半的牙齒 他揮了一拳以後 然後再揮兩拳 然後呢 孕匠呢 他之後就拿了喬洛斌 吊在車上的手機 去士林分局天母派出所來提告 這個話名叫小凱 然後他把驗傷單 牙齒都交給了警方 但是在9月15號 他跟哥哥一起到北投屈公所 來開協調會的時候 人家說你驗傷單咧 你的牙齒咧 都不見了嘛 然後調解員就說 你沒有驗傷單 我跟你講頂多一萬塊而已 後來是三萬五千塊和解 然後士林地檢署就不起訴 其實這個問獎說 我本來跟他要八萬多 但是人家就說 我跟你講你一萬都拿不到 你又沒有證據 可是我證據給警方 所以就引發一個案外案說 警方有沒有吃案 警方有沒有吃案 警方我今天去追查 我們的社會主去問 警方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東西拿到按照SOP 我就是送給檢方啊 那這樣子 進了檢方不就石沉大海嗎 我哪有證據顯示 我拿什麼去跟人家談賠償 對不對 然後呢 喬洛斌今天正式回應說 語言不通產生誤會啦 報導並非全貌啦 那運將就很委屈啊 他說我為了工作 我沒有時間出庭啊 我才無奈和解 但是我沒有打喬洛斌啊 我170公分 他190公分 我怎麼打他 然後我們來看到 這裡就有一些資料 最後呢 就是在這裡 士林遞檢署 就是說不起訴處分 那警方的爭議是 牙齒跟驗商丹呢 士林分局的天母派出所所長 馬逸恆說 送士林遞檢署啦 那我今天就想問 我就請我們同事說 那你問一下士林遞檢署 既然現在不起訴 你三顆牙齒 要不要還人家 三顆半牙齒 請問你是銷毀呢 還是要還給這個問獎 我不知道啊 因為我不知道以後我被打 我要怎麼做啊 對不對 不知道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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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